歡迎收看 聚焦新亞洲 我是主播鄭宜珍 首先為您帶來驚險的消息 澳洲有一架輕型的飛機 因為起落架故障 被迫以基附著地驚險的降落 這一架載有三個人的飛機 在起飛10分鐘之後 他們就發現出狀況 沒有辦法順利的放下機輪 飛行員在空中盤旋 將近4個小時 將燃料消耗殆盡 然後以基附輕輕濁地 順利的降落 完美的技術 避免了一場可能的災難 微觀民眾也興奮的鼓掌歡呼 最近印度的夢買是刮起了沙塵暴 伴隨著狂風暴雨 有一處加油站的鐵製招牌被風吹倒 居然造成了14人不幸死亡 60人受傷 另外在阿富汗 也是因為連日大雨 爆發了非常嚴重的洪災 很多小朋友是受困家中 差一點被洪水沖走 被救出來的時候滿身都是泥巴 至少有315人不幸罹難 大型廣告看板在空中搖搖晃晃 伴隨一聲巨響 這座高70公尺寬50公尺 位在市中心的看板 不敵強風倒塌 直至砸在一座加油站上 周圍民眾根本來不及逃 附近房屋和車輛就這樣直接被壓垮 救援小組用大型破壞工具 費力將傷者從看板下拉出 印度孟滿市遭遇強烈沙塵暴侵襲 伴隨狂風暴雨 風速達到40到50公里 許多建築物被吹得岌岌可危 屋頂被掀起 樓頂鐵皮從高樓墜下 大樹直接被風吹到 旁邊小孩嚇得四處逃窄 還有鋼架整個倒下 直接砸中在前方的車輛 孟滿機場跟暫停航班升降超過一個小時 至少15班橫跡改道 鏡頭轉到阿富汗 滾滾泥水不斷沖刷 街道上全是泥漿 大人頭也不回往洪水裡沖 用力抓住一樣隨泥水越流越遠的東西 附近人不斷呼喊 沒想到他一把拉起的 居然是個小孩 小孩變成泥人 就這樣被拖著前行 三名全身覆蓋泥土的小孩 泥漿泡在他們身上多時 讓他們看起來僵硬得快裂開 站在樓頂上等著受困的兩歲弟弟 救援人員用床單綁住弟弟 才成功將他從洶湧的洪水中拉出 阿富汗北部連日好雨釀災 尤其巴格蘭省災情最為嚴重 死亡人數突破300人 有31萬兒童受影響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更罕見向國際求助 記者張華宇綜合報導 美國多個大神在週末要辦畢業典禮了 但是今年氛圍真的不一樣 挺巴勒斯坦人持續在畢業典禮上抗議 速度打斷校長的致辭 另外有一座大學是學生發現 校方請來挺以色列的嘉賓 直接起身離開現場 加州大學伯赫萊分校週六舉行畢業典禮 不過這一年一度的大事 在今年卻有些變調 挺巴勒斯坦人士在畢業典禮上 跟挺以色列學生互相叫正 就連伯赫萊校長致辭 也遭到挺巴人士頻頻打斷 我也是非常濃烈的 可惡的可惡的可惡事 在加州的破壞 校長表示自己處理抗議者營地的方式 跟大學過去遭遇其他抗議行動時採取的方法一致 同時也表示自己對於10月7日 受害的以色列平民感到痛心 不偏袒任何一方 但雙方的情緒依然沒有得到緩和 類似的場面也發生在杜克大學上 杜克大學的畢業典禮 請來了喜劇演員杰瑞·史菲德作為嘉賓 如果你試試一些事情 而且它不成功 那也還可以 最多的事情都不成功 最多的事情都不成功 但史菲德過去就曾經多次 在社群媒體上表示自己挺以色列 畢業典禮上一瞬間虛聲比呼聲還大 甚至有學生當場起身走人表達抗議 抗議行動持續延燒 就連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都表示 以色列的行徑 對於消滅哈馬斯並沒有幫助 如果它離開了一瓶 被添入瘍、被添入瘍、被添入 可能被添入了哈馬斯 美國態度轉換接連警告以色列 但最終還是要看納坦雅胡 有沒有要停進去 記得張一安綜合報導 俄羅斯進行開戰以來 最大規模的地面攻擊 現在宣稱說軍隊已經進入 烏克蘭的邊境的城鎮 叫做烏爾承斯克 逼近第二大城哈爾科夫 當地6000軍民被迫要撤離 那麼現在烏克蘭的軍官還曝光 俄羅斯沒有受到抵抗 是直接步行到邊界的畫面 也批評烏克蘭的官員疑似貪污 根本沒有進行防禦工程 巨大爆炸聲震得鏡頭搖搖晃晃 阿嬤嚇得跑進家裡躲避 民眾在陣陣空襲中 帶著大包小包登上警車 迅速撤離家園 俄羅斯從上週五起 集結3萬大軍 出動戰機 飛彈和無人機跨越邊境 逼近烏克蘭第二大城哈爾科夫 小鎮沃爾承斯克首當其衝 遭到每小時50至60枚炮彈狂轟猛炸 村子各個角落都冒出真正濃烟 大量警察愛家愛戶敲門窗 緊急撤離6000居民 這是俄烏開戰以來最嚴重的地面攻擊之一 目前至少9座村莊已經被俄羅斯占領 烏克蘭總參謀部也坦承 在當地戰況艰難 被俄軍占上風 更令人擔憂的是 由於當地前線連地雷都沒埋 讓俄軍完全沒有受到抵抗 就輕易地走過邊界 烏軍指揮官痛批 第一線防禦工程根本就沒進行 質疑有官員貪污 而在烏東盧干斯克 距離前線130公里的俄軍彈藥庫 遭到烏軍攻擊發生爆炸 有望阻止俄軍攻勢 另外俄羅斯當局曝光邊界城市貝爾戈羅德 公寓遭飛彈命中瞬間倒塌 濃烟弥漫的畫面 目前至少15人死亡 俄羅斯把矛頭指向烏克蘭 但有證據顯示 這起意外可能是俄羅斯自家防空飛彈 誤炸所導致 記者吳家恩綜合報導 至於以色列是在加薩全境 現在南北都開工 拉法的攻勢持續 還出動了戰車 回攻北部的大臣賈巴利亞 難民營現在的民眾是倉皇的奔逃 另外有這個停以的美國罕見的說話了 這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以色列攻擊平民是違反人道主義法 土耳其的總統艾爾頓還透露說 境內醫院已經收治超過1000名的哈馬斯成員 但是官員後來澄清他說錯話了 北加薩遭到一連串空襲 以軍回攻北部大臣賈巴利亞 爆炸粉塵滿天 城市幾乎變成廢墟 民眾四散奔逃 以軍戰車大舉深入 民眾表示炮火已經打到當地難民營中心 紛紛收拾家當要逃往 另一處難民營 以軍在加薩展開南北大作戰 除了北部炮轟 南部也有大批坦克 橫越分隔拉法東部的公路 準備隨時攻入拉法 一輛聯合國車輛遇襲 一名工作人員身亡 眼看以軍加強攻勢 向來挺以色列的美國態度漸漸轉向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更說重話表示 以軍的攻擊造成無辜平民慘重傷亡 不只沒能消滅哈馬斯 還會讓動亂蔓延 哈馬斯會捲土重來 明確指出以色列觸法不人道 堪稱拜登政府至今最嚴重的批評 但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表示 華府並不認為加薩正在發生種族滅絕 另一邊反以立場堅定的土耳其總統 艾爾頓透露 土耳其醫院收治了超過一千名哈馬斯成員 並在強調哈馬斯是抵抗運動 不是恐怖組織 恐怕會引起以色列和歐美國家的強烈不滿 記者王旬報導 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是最近兩天 到許多這個軍工廠去視察 不但是親自駕駛火箭炮來運車 甚至還拿起狙擊步槍進行射擊 官媒公開的照片當中顯示金正恩是百發百中 擊中了正中間10分 大家都說太厲害了 金正恩醫生進莊出巡北韓重點軍工企業 宣傳手段全面升級 他不僅親自駕駛火箭炮運送車輛 還直接在現場提起狙擊步槍 大秀白布穿揚的好身手 白色通信員標把內的正中心出現五個彈口 官媒刻意強調金正恩百發百中 宛如高高麗建國始祖朱蒙在世 南北韓關係緊張加劇 南韓軍方10號發布一段在日本海使用飛彈等 國產海上導引武器進行實彈訓練的影片 包括從海軍艦艇和空軍戰鬥機 進行多枚制導武器的實彈射擊 以及模仿敵艦和敵擊攻擊目標 北韓也馬上在10號公布金正恩 視察了240毫米火箭試射 較勁一味農北韓為了贊送領導人金正恩的親切感 日前官方推出新歌《親切的父親》 相關影片在抖音廣為流傳 南韓情報人員則指出南韓政府對該影音一律屏蔽 不在境內播送 南韓外交部長趙對列出訪北京 與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釣魚台 國賓館會晤 雙方不僅談經貿和北韓問題 也觸及台海議題 希望韓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妥善慎重處理涉台問題 夯實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 南韓自今年初釋放緩和對中關係的訊號 但中韓之間卡著朝核台灣經貿等諸多問題 牽涉美國等多個利益當事方 牽引法動全身 外界分析中韓短期內改善關係 恐並非異事 記者 林先生配語北京報導 菲律賓的海防隊官員表示 中國疑似在南海的仙兵礁填海造島 讓菲律賓領土71%海里距離非常的近 讓他們憂心 那飛方現在據說已經部署了巡逻艦來進行監控 防止中國繼續填海造陸 同時中國大陸也公開了黃岩島的空拍畫面 回應菲律賓的聲索 菲律賓釋出新畫面 控訴北京疑似在仙兵礁清道碎珊湖 公然填海造島 指控中國在南海緊張之際 依舊大膽挑釁在建造人工島 菲律賓海防隊表示 以部署巡逻艦進行長達28天的監控 自從四月以來就監測到三十多艘中國民兵船和中國科研船在活動 這是更嚴重的 如果是三個案子 因為三個案子 因為三個案子 更嚴重的 因為三個案子 因為三個案子 先兵礁也是菲律賓軍方通往仁愛礁的必經海域 飛國海巡喊話 堅持輪班監控中國的一舉一動 與此同時 中國也沒在怕 公佈了黃岩島的空拍畫面 更公開地表示 中國海警在南海訓練常態化 來因應菲律賓的聲索 船舶動態 這裡是中國海警 發現有人落水 請過往船舶加強觀察 畫面顯示 中國海警船穿山艦演練海上救援 央視還首度發布黃岩島的空拍畫面 俯瞰黃岩島的壯麗風光 大陸外交部也反擊 菲律賓的指控根本毫無根據 然而此時也恰逢美菲的年度軍演 在美菲強化防務合作協議下 開放美軍使用九個菲律賓軍事場所 當地官員也表示 希望藉由美軍嚇阻中國的挑釁 不過也有當地的居民持相反的意見 東北角的小城聖安娜 跟台灣僅有一海之隔 因為軍事演練 犧牲了當地的觀光業 居民感嘆 即使沒有美軍的進駐 反正也躲不過中美衝突 記者孫應珍報導 我國的海軍被爆出在今年4月 曾經跟美國在西太平洋舉行軍演 但軍方沒有對外說明 那麼現在引述了知情人士報導 台美雙方出動了6艘的海軍艦 包括了護衛艦 補給艦 支援艦 參與為數數天的演習 那麼包含了演練通訊加油跟補給 對此軍方低調回應 這個叫做海上意外相遇 520總統就職典禮就要登場了 那麼六都包括了盧秀燕 張善政 陳其邁首長都確定出席 蔣萬安也在調整行程 侯友宜可能會成為六都 唯一缺席的首長 而隨著賴清德的內閣陸續的就位 各界也期盼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除了先前承諾的 不得碰觸台獨議題之外呢 希望可以促進兩岸和平 開放大交流 總統賴清德520就職 六都首長當中 包含盧秀燕 張善政 陳其邁 黃偉哲 確定出席 蔣萬還在調整行程 外界好奇 侯友宜最後會不會出席520 在選舉結束以後就立刻打電話 給賴總統祝福跟恭喜 5月23號也剛好是新年閣的第一次開會 我也會去參加 去520同時也尊重議會 那位說我請假沒有關係 賴清德期盼朝野和諧 但是520前立院各黨 倒是先為了賴清德副立院國情報告 鬧得不太平靜 總委員對不起 我可能要請你離席 院長 你要講院長 他坐在這裡 你要不要趕出去 他不講話 你不要趕出去 議員委員從議長趕出去 這個是合理大事 請中間病人回來 你沒有跟我先講 那我不曉得他是怎麼樣 弄得我很感到 朝野和諧還有努力空間 不過賴清德就職團隊漸漸成行 現任總統府副秘書長黃崇燕 將轉任國安徽資委 留下的副秘書長空缺 將由前立委何志偉接任 加上留任的張敦涵 兩位副秘書長通通到齊 而儘管即將上任的賴清德 承諾就職演說不會碰觸台獨議題 但是能促進兩岸和平交流 也被各界視為一大重點 除了不要再講他的台獨言論之外 該取消大陸團的淨團令 也能夠促成大陸觀光客來台灣觀光 如果兩岸觀光客能有交流的話 戰爭的風險就會大微的降低 希望他主動的說提出兩岸民間多交流 然後兩岸可以觀光的 人民的往來越多 對兩岸的這個善意交流 善意累積就會越好 然後越好就會對台海局勢就會更穩定 五二零一代政府上任 各界期盼準總統能多周末兩岸觀光交流 堆裂善意推動春暖花開的契機 熱揚解陳一鎮S1小組採訪報道 五二零新政府直到上任了 不過掌管國防跟外交的首長是 非專業本科出身 再加上國安會的人事安排 被認為反中的立場聲明 外界猶新會不會因此造成 賴清德的情報決策 判斷不完整 而只收到偏頗的反中情資 誤判了國際情勢 現在在一黨也呼籲賴清德 應該要出面說明 對於未來美中台三方的關係界限 新政府上陣倒數計時 國安人士布局大致敵定 但外界憂心 準國防部長顧力雄 和準外交部長林佳龍 都非本科出身 國防外交恐怕會面臨不少問題 他們對於美中台之間的互動的架構 到底是什麼 是要延續著蔡英文的做法 全面的導向美國 還是中國大陸這裡 保持一定的彈性良好的關係 都需要對外說清楚 在黨直呼賴清德得說 清楚要如何面對美中台三方 關係近和和界限 也指一即將執掌 國安情報大權的準國安會 秘書長吳釗燮 和傳主可能會接任副秘書長林非凡 反中立場都超鮮明 外界憂心會有這種結果 兩個都非常反中 而且非常獨派 他們提供給總統的情報 會不會一面倒的 都是反中的情報 既然會不會讓賴總統誤判 也會造成立法院一定的僵局 決策圈一定要廣要大 要廣納百川廣納建言 了解整個國際形勢的發展 而不是只是在小圈圈裡面找人 是不是賴清德準總統 未來的決策會受限 從國防外交到國安會 牽動台海局勢安逸 就盼即將上任的賴政府 能以智慧拿捏 美中台之間最妥視的距離 記得張若石許光豪 SN小組台北報導 民眾黨主持柯文哲 預告將會在官方的YouTube 連三天的po影片 要直求對決北市科 金華城跟台志光三個大案子 現在也嗆了藍綠的議員 自以為專業 那麼台北市議員簡書培再質疑 星光第二次的訪談 就建議要分開招標 結果隔天就促餐會議 決議分開招標 完全是量身打造 民眾打發案人吳宜萱 則秀出會議紀錄來反擊 星光要求合併招標 北市府是沒有採納星光的要求 一份公文怎麼會各自解讀呢 如果有其他公司也是二環 他要不要立刻出來道歉 北市科 金華城 台志光 柯文哲 要直求對決 連續三天在官方YouTube PO影片大談三大案 更向藍綠議員自以為專業 我從頭到尾太無頭一次 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調查 我反正我們談談到 你就把所有的會議紀錄 錄音檔一切全部上網公開 執辦監法省跟市北科 這怎麼會為止 我在這個地方就朝下 民進黨跟公民黨不敢跟 14號北市科調查小組再開會議 台北市議員簡書培 又拋出新質疑 指控11月11號訪談新售隔天 促餐會議就決議將北市科 分開招標是量身打造 不過柯正營也列出時間久反擊 星光三次訪談 第一次傾向分開後兩次都是傾向合併 而回顧星光訪談的會議紀錄 第二次星光表示三基地若分開招商 公司還要再進一步評估 第三次則提到建議投標策略 設計合併開發優先 但同樣一份公文為何雙方的認知不同 如果三塊基地分開招商 建議投標策略設計 合併開發優先開標等機制 就是說也就是說 他並不是簡書培議員所說的 他是傾向個別招商 我覺得簡議員現在在挑戰 國人的智商 他總是把過程當作是結論 但是大家看東西不是要看結論 怎麼會看過程 用斷章取義的方式去誤導社會大眾 簡書培也指控柯文哲 抢議員有比估價公司專業嗎 但三次的招商委託三家估價公司 推估北石科平均地價都持續上漲 又為何要調低招商底價 民眾黨反擊結論就是權利金下修 只拿過程出來指控是挑戰國人智商 三家的估價公司推估出來的結果 都是權利金要下修的 那他現在所提出來的 或許只是這個當中的其中一個部分 把所有的會議紀錄 包括錄音檔全部上網公開 再來處理 這樣每天東湊一個西湊一個 是什麼回答 即便兩大案成立調查小組 卻依舊每天都有新爆料 到底是唯位舊照還是真有弊案 恐怕只能等陣風和檢調 給人民答案 記者郭鮮陽蔡兵雄台北小報道 最近台灣地震的確是比較多 讓不少關心唯老建築的議題 因為全台灣30年屋齡的房屋 預估2024年就會突破500萬戶了 有不少房屋真的是老到不用再繳房屋稅 房仲也分析這就是都根難以推動的原因 因此里長現在也呼籲想要加速都根 還有居民安置的問題都得要一併解決 0403花蓮大地震後 東台灣建築倒塌 14日早上10點34分 花蓮新近海又發生規模4.7地震 泰魯閣震度達到4級 地震多危老建築問題浮上檯面 偏偏都根難以執行 有的人是要靠這邊做生意來生活 他離開這裡他沒有辦法 意見分歧 一樓的比較在乎他們的店面價值 想要維持 國內房屋超高齡2023年 第二季30年以上屋齡的房屋 達到483.8萬戶 10年累計增加約128萬戶 日過2024年底恐怕突破500萬戶 老無比重超過全台住宅 總數一半 不過2016年蔡政府上任 舊所新北市屋齡30 40年的房子 有數十萬棟最適合大規模都更 8年過去雙北依然位居 全台高齡化房屋前兩名 屋齡已經老舊到可能不用繳 甚至頂多繳少許的幾百塊 一兩千塊的房屋稅就好 對比新屋動輒 可能要每年上萬元的持有稅 花來大地震後台北市中正區南機場整間住宅 但願四倍貼上黃單 地方里長則四井 都更不是趕走窮人 沒有安置配套 居民無法面對 問題是現在臨時要出房子也住不到 五六千塊現在五六千塊是要怎麼 幾十年的老住戶一旦離開南機場就失去落九處 缺乏完整配套的都更 讓帕地震的居民更恐慌 接著王君王一天 特別報導 頭等艙的這一機餐都吃些什麼呢 一口一萬元的魚子醬 一瓶三萬元的香檳 還有一片五千元的鵝肝 聽得都馋了嗎 待會回來一起來看看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天電視 月給你 那週三 Hof 比方 金 也 помог 救 你 這一 救 美國 還是 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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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第四名则是现实版童话故事村 瑞士获得 盖着水的山头云雾缭绕 冰河地形切出陡峭山壁 沿层间162公尺高瀑布倾泻而下 获選为最美国家第一名的纽西兰 多样化的地形最著名 南岛米尔福德峡湾 是世界八大奇观之一 坐小船游湖 壮观地貌令人叹为观止 纽西兰还有被誉为全球最超现实的20个地方之一的 环游塔普第二公园 一片石色草地空出一块翡翠绿 不断冒烟 宛如置身神话场景 来到主园区 还有喷泉秀可以看 水珠就像沿江般冲天又美又刺激 纽西兰及冰河火山地貌于一身 沙滩冰又是截然不同的风景 在这里玩景片就像环游世界 还在第二名的国家意大利 西西里岛的每个街角都像艺术品 埃特纳火山的雄尾 威尼斯小河间畅游 一路来到托斯卡尼的田园风光 这里竟然有疑似而孤立的蓝色阶梯温泉 宛如置身仙境 最美国家第三名的加拿大 坐涌壮阔的尼加拉瀑布 千万顿水垂直倾泻而下 成昏夜景光线穿过水雾折射各有风情 第四名则是山脚山头都像童话场景的瑞士 从阿尔卑斯山的奇险 到刘森湖的舒心平静 有时来过一次就令人想定居的魔力 记者王旭报道 全球防日的游客人数众多 但脱续行为好像也层出不从 像是有人是随意的路边就停车 还乱丢垃圾制造噪音 当地的民众视为是观光公害 还有便利商店为了防旅客 架起了高2.5公尺的黑色布木 为的是挡住之名的景点富士山 那现在日本呢 是打算演你推动一个叫做探险旅游 希望可以分散人潮 让旅游经济前往不同的城市继续发酵 卡车和巴士交错而过 一群旅客人就站在马路中间拍照 随着游客乱闯马路 乱丢垃圾 日本河口湖车站便临商店 决定架设起高2.5公尺的黑色布木 把富士山全部挡住 没想到游客再出招 有网友找出附近的一座大桥 也能拍下富士山美景 让金刚县又被外国观光客栈买 为了解决观光公害的困扰 日本沿逆要推动探险旅游 分散人潮 除了要设计交通路网 还得规划观光行程 吸引旅客从一线城市 转往二线城市旅游 探险旅游世界高峰会 看好北海道冲绳和广岛 3D的自然资源和历史背景 最能发展探险旅游 警察拿着一张自制的英文交通侧印券 到街上请外籍旅客作答 日本警方统计 外国观光客在富士五湖地区 车祸事故暴增 2023年全年共发生了410起事故 今年1月到3月 已经发生了212起事故 短短一季的车祸数 已经超过了去年的一半 警察署研判事故发生原因 是因为日本又驾驭不少国家相反 因此更积极呼吁外国观光客 遵守日本交通法规与行车礼仪 并负起驾驶责任 记者张慧综合报道 一节航空日程发生了一起延误事件 乘客登机超过一个小时 但是班机都没有飞 原来是因为机长跑去排队 买披萨给机组人员吃 这个荒唐的理由 让乘客气炸了 另外中国大陆是有一名欠钱的男子 在法院直接把这个借具 抢过来撕碎了吞进肚子里 机舱内乘客不断骚动 因为他们已经被关在机舱 无法起飞超过一个小时 理由竟然是机长 去帮机组人员买披萨大迟道 机长姗姗来迟 拿起广播 如连环珠炮班解释自己 为了帮机组人员买披萨 才会打迟道 因为他无法容忍 只用三明治喂饱同事 这起荒唐事件 发生在一节航空一架 从葡萄牙里斯本飞往英国曼彻斯特的航班 机长迟到的一个小时内 所有旅客被禁止上洗手间也没有提供饮料 乘客气炸怒骂 航程其实只有三小时 空服员真的非要吃披萨 不能忍受三明治吗 同样行为荒唐的还有他 大陆一名男子因为欠钱被告上法院 被害者向法院提交一份 有男子借钱的亲笔签名证据 没想到男子竟然把文件抢过来塞入嘴 企图囤进肚子里 吓得法官赶紧出手阻止 最终男子又因为毁灭重要证据 被多判拘留15日 即赔上台币4.2万元 镜头转到美国 剧行广告刊版上写下 谁在酒吧给赌客下药了 拉斯维加斯最近出现了14个这样奇特的刊版 原来是一名富豪 在酒吧玩21点时 饮料疑似被人加入俗称的K他命 导致他一下午损失了6480万 他欺诈悬赏3200万台币 要为自己讨个公道 记者张范玉综合报道 因为太阳风暴导致极光大爆发 有一名客机的机师 在飞行途中还特别绕圈 让乘客可以从空中看美景 没想到最后却被投诉 这个机师不但是提早15分钟 提醒大家灯光调案准备看极光 为了要让左右两侧的人都看到 还贴心绕圈 但是被一名乘客投诉说不够专业 对此机师说航班本来就延误 绕圈只增加了5分钟的飞行时间 有钱人士皆会让人羡慕吗 搭飞机做同等舱 这个价格单程大概就要数十万起跳 但同等舱的飞机餐都吃什么呢 如今透过镜头曝光 让您大开眼界 这一口是要1万块钱的鱼子酱 还有一瓶3万元的香槟 一片5000元的鹅干 都让你吃到饱 而且还是米其林三星的法国餐点 六位主厨亲自制作极尽奢华 都是那种金光闪闪的土豪的颜色 走进阿联酋航空头等舱 如同一个独立包厢 以它航程要价50万元 服务超顶级 尤其是飞机餐 它直接像不要钱一样 给我端上来这么大一盘的鱼子酱 鱼子酱一口吞下就吃了1万元 但不用怕不用怕 在头等舱可是无限供应 飞行期间可以实现鱼子酱自由 搭配手抓饭或是隐藏版的和牛汉堡 随便搭可以狂吃10个小时 把机票吃回本 我们就这样连续一路吃吃吃 吃了整整10个小时 日本航空头等舱号称空中米其林 提供三星法国餐 六位新级主厨精心准备餐点 酒量好能够回机票 高档香槟一瓶药价3万元 爱喝多少喝多少 额干一口一片就要5000元 顶级牛小排药价近2万元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极尽奢华体验 丝滑的额干配上Q弹的鱼子酱 嘴里满满的都是幸福的气息 头等舱超高档服务 一般人只能用眼睛看 回到现实面还是得精打细算 排名世界第一的新加坡航空 新菜单200种新菜色 满足不同乘客需求 新与航空则是跟蜘蛛人联名 从行李吊牌机票到各式餐点 都有蜘蛛人图案处处充满惊喜感 但最吸睛的还是动辄几十万的头等舱 独地空间 米其林三清餐点 一口1万元鱼子酱吃大饱 3万元香槟想喝多少喝多少 一片5000元额干当零食吃 土豪集社花美食 让人看得莫登口呆又羡慕 许多人对迪化街的老印象 布庄南北货中药行 但最近几年迪化街 其实都在转型做青年文创 在百年传统的街屋当中 也催化了许多有文青感的 茶店 饮料店以及餐厅 其中一家店 在国粤的旋律当中引人驻足 而且还结合了独家的宴菜 以及精致的茶点 让旅客提望不一样的迪化街之旅 漫步在迪化街上 眼光总是会被两旁的街屋所吸引 这些风格迥异的老建筑 现正了来自各地的老乡人发迹史 被解贯穿了好几个世代 迪化街其实是在1853年 就在170年前慢慢成型的 那个时候就是有蛮多的全州同样人 他们是擅长做生意 但是在Vanga 在万华 跟其他的全州人有了纷争 所以辗转就在大稻城开店了 迪化街的店名可以体现历史 大龙洞老师傅 陈玉记家族第九代传人陈谢甫 让传统文化进入生活 让人们身在老建筑听着古琴 品茶与中式茶点 还可以来到独门家宴菜 所以为什么我的店叫同安乐 就是全州同安人的聚落 同安其实就是厦门的这个 厦门跟周遭的地方叫同安 在嘉庆年间的时候 所以我们自己家也是同安人 所以我们也就很开心 能够把自己家里面的一些特色菜 然后还有一些历史文化 看想办法的植入跟带到 我们在大稻城开的店 同安乐所作漏的建物 是由早期附户人家盖的 修缮时保留了墙面价值更高的七里暗石 此外餐厅里更展示了家族留下来的清潮收藏 这个就是以前小孩的围兜兜 里面有长颈鹿有蜜蜂 还有一个万字章 因为以前这个小孩子容易找妖 所以万字章就是希望小孩子能够活得久一点 在古仆细致的文化氛围中 还可以品尝美味清明的夹眼菜 陈杰辅坚持现给现做不用料理包 坚持大家族的态度 那这是双喜莲之前有讲的就是蛤蜊很大 你看一个蛤蜊这么大喔 他年纪大的人吃很难咬烂 他把它剁碎 剁碎 煤鸡也剁碎 绞肉跟葱 把它塑形又放回这个蛤蜊壳里面 这个长辈吃了会觉得很有意思 这可以更啦 鸡卷 我从小到大都觉得我们家鸡卷跟外面不一样 因为外面鸡卷就里面就是 鱼浆很扎实 对不对 可是这鸡卷里面是空的 它真的回到鸡卷原来的本质 鸡卷其实本来就是不同的料 剁碎包起来去炸的嘛 它不会是一个很扎实的鱼浆 周末的同安乐 有鼓琴的现场演奏 让人们坐在历史街舞与清雅的乐音中 悠闲的品茶与夹眼菜 此外一不妨走上二楼 透过大窗看见不同角度的 这喜新年练就的迷画街 中天亚洲台综合报导 小学的时候 我们都填过一个家境调查表呢 里面有一个叫普通跟小康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分啊 国小学童很天真的问 小康是一个人吗 还是这是叫做健康检查呢 广告之后带您揭晓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天电视 可爱好大人喔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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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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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的时候有田固家境调查表吗 在经济状况的栏目当中 有普通也有一个叫做小康 但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分 所以国小学童也是满脸天真的询问 小康是一个人吗 大部分的网友则是认为 年收入150万到300万之间都算小康 虽然说国小已经废除这个栏位了 但是家长说通常都会故意填一阶 小时候上学老师都会发下资料卡 问你性别生日家庭成员有谁 还要问经济状况 单子上有清寒 普通小康富裕四个选项 但许多人实在不知 到底怎样才是小康 就是可以的叫做小康 小康溜滑衣 最康重心 是指身体康复而已 小学生满口童言童语 毕竟现在国小已经没有加进调查表 填过的人现在已经上高中 但真的知道什么是小康吗 小康是有闲钱可以做喜欢的事情 至少生病出得起 那跟普通有什么差 有有什么差 问高中生也说 小康和普通似乎真的很难分 网友分享可以用年收入分析 小康家庭大约落在 150万到300万之间 年收入必须破300万 才撑得上富裕 有网友也整理出另种说法 对小康家庭来说 课后才艺栽培 额外负担完全没问题 富裕家庭更是一生不愁吃穿 低调吧 不会造实填 就是会往下填 大家应该会跳过那个选项 应该大家都会填小康 做个记号啊 学校如果需要什么出钱出力的 网友也笑说 因为家境太好 会被抓去家长会啊 25年前爸爸年收入破千万 却要我填小康 明明从小到大都填普通 但家里其实房地产一堆 早期可能大家就自己勾一勾 但是它的代表性 也许很富裕的人家 也不太想让人家知道 目前台湾小孩的家庭状况 应该都是看看 有没有比较弱势的 大部分的人有钱也选择低调 小康普通界线模糊 也意外引发讨论 记者林建坚前面宣台北报导 其实今年不论是台电台水还是中油台糖 都有招募新的员工 台电就在12号在全台湾四个地区 同步的进行新人员的征试 全台将近有15000人去报名这个考试 不过实际只有8387人考到 这个考率大约是56.3% 录取率上升到13.15% 也创下了史上最高纪录 有明代分析 恐怕是台电缺电 这黑锅背得太辛苦 才会让铁饭碗生瘦了 考试们窝在围墙边翻资料做最后准备 铁饭碗工作稳定 是不少人心中梦幻职业 113年经济部四大国营事业 开出起薪4.1万广真人才 台电5月12日 新晋顾问人员甄氏 台北台中高雄花莲四地十一考场 吸引近15000人报名 预计录取1103人 创下令年单次招考最多记录 而人数最多是综合行政类别 梗是有将近8300人报名 来争抢119个名额 考试的第一节应考 大概有8387人 那录取率会从原来的预定的7.4% 大概会上升到13.1%左右 不过今年实际到考人数 却只有8387人 到考率只有56.3% 使得录取率上升至大约13.15% 被称作史上最多 相较于往年111年录取率约4.83% 112年录取率上升至6.07% 今年则大幅度增加 台电也坦延 录取率创新高 台电的基层人员相当的为难 发电的基础 基载能源力量就是不足 只能超死基层的台电员工 自然而然消息传出 报名的人数也就相当的减少 台电分析报考人数减少 跟学生毕业数降低 少子花有关系 但也有不少网友不买账 大酸天天停电形象不好 也有人批评被政治操控的台电 也让铁饭碗吸引力减少 接着杨桥 王怡婷 SN3小组台北报道 上网找工作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仔细看一个叫 员工福利 那么有网友意外的发现 台北市建筑经营管理协会 居然在求职网上写到 只要员工入职满六个月 就送台北市大安区的建地 很多人怀疑这是诈骗吗 但真的有员工拿到了 只是面积非常的小 而且是吃粪土地 上网找工作 钱多事少离家境绝对是首选 公司福利也是诱因之一 有网友分享逛某求职网的 真材消息时 意外发现竟然有公司送员工建地 福利项目第一点就清楚写到 员工倒决满六个月 即赠送台北市大安区建地 这是台北市建筑经营管理协会的 征裁讯息 让员工好奇真的会送建地吗 怎么可能大安区地价很贵啊 新一区跟大安区的单品 就不止六七十万了 我觉得那应该进去之后 会有很多关卡 会觉得那个条件太吸引人 可能会觉得是假的啊 实际来到这家公司 在职员工秀出他的权状 证实真的能拿到建地 上头写着大安区 建地大小大约是三平方公尺的 五十万分之一 我是来比较久 所以没有这个 后面才加码的 后面老板特别要送 这项员工福利已经实施两年 建地位置就在敦化搜狗后方 目前已经有四名公司同仁拿到权状 但协会再三强调 建地真的非常小 为了避免民众误会来上班能发财 目前已经把这项福利从求职往下架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同仁能够得到这个 一点点一点点的一个小小的 非常小的一个建地 然后让他有财 不会超过一万块 这个是基林地 我是持有好几万分之一 在给员工好几万分之一 澄清并非外传的高价值 不过以建地祝贺员工入职满六个月 确实特别 也是建筑行业的一种浪漫 记者于盛行曹文宁台北报道 今年六月是黄埔陆军官校建校的一百周年 两岸都有庆祝的活动 细数黄埔军校的历史 从1924年的六月在广州建立了陆军官校 走过了军阀割据的年代 对抗八年抗战 对日八年抗战 而且也随着国民政府迁到了成都 国共内战之后的国民政府来台 最后在高雄凤山落脚 另外呢 跟着黄埔建校百年的历史痕迹 带您一起来回顾 3 2 1 推开 黄埔陆军官校一百岁了 黄埔建校一百周年 两岸都有庆祝的活动 作为黄埔军校在大陆签职办学 最未长久的成都 也邀请了黄埔人共享盛举 亲爱的台湾同胞 1937年 军校的保护就迁到了四川 办学长达12年 是在大陆埔信学员最多 校族被验 历史最长的体系 自然黄埔军校同学会 成立于1988年 既有黄埔人群28人 平均年龄98岁 四川的建川博物馆 陈列着多样黄埔军校的文物历史记录 回顾黄埔陆军官校成立的1924年 当时的中国内有外患 于是国父孙中山有感于政府 只有革命党没有革命军 因此派蒋中正在广州黄埔岛创设了军校 这也是黄埔陆军官校创校的由来 黄埔军校广州旧址的大门 颁布的对联上也写着 升官发财请走他处 贪神怕死勿入斯门 清楚地述说着 当时历经战乱的中国年代 黄埔军校历经多项的战争协力 也参与了八年对日抗战 随之国民政府牵制成都 黄埔军也站在抗日的明显 在战争洗底下的黄埔 乌京也同着黄埔岁月一般 退去了战争的纷乱 走的是两岸的共荣 黄埔百年 黄埔百年其实本校来说就有四个时期 分别是广州 南京 今天我们在成都 还有凤山 其实百年是不可分割了 没有前面的一个基础 就没有后面的成果 所以我想说的是说我们作为后人 其实我们的父辈可能是不同的级别 在不同的时期 但是他们都是这个 黄埔像是一个大家庭 我想这个只要是从黄埔走出来的人 应该没有人会否认这句话 黄埔是一个大家庭 战争没有云家 和平没有输家 百年后的黄埔魂依旧在 也依然有样 中天亚 周台 綜合报导 佛教不是向来都给人 严肃 庄重的形象吗 不过南韩有一位和尚DJ日敬大师 他的佛经是结合电音跟饶舌的 在南韩还打出了名堂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天电视 这就是我们台湾2017年 这一次十大网络流行诱语 来的这两岸互相影响的原因 这里渠道四个幼产 那么我的右手边呢 是普东陆家水金融中心 第二次停前地 现在是我们最热闹的地方 这里呢就是这个台湾 所以说是道明最出名的台东池上山 我说话应该这样 我们还多久了 你最终于除了你以外 就是这个问题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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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小野之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和國際 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扣款贊助 知識中天繼續做優質 國際新聞與評論 請聽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 family會員有不想不力 快來加入喔 五月份亞洲新鮮情 本月份金牛座的朋友們 可能有過勞與健康問題 若要遠行 當心交通安全 趕心順遂也別得意忘形囉 佛照通常是給人嚴肅而且莊重的形象 不過這一位南韓的和尚DJ日經大師 非常的不一樣 他是佛之音又結合了電音跟饒舌 在南韓還滿有知名度的 這個動感的音樂跟歡快的氣氛 每一次看到他都像是在看演唱會 電音響起 DJ在台上充滿節奏感的躍動著 但則是一看 這名DJ身穿寬鬆的衣裝 頭髮也全部剃掉 原來這是南韓DJ日經大師尹承昊的演出 日經大師尹承昊結合送金 電音以及饒舌 吸引大批南韓粉絲 本週三正逢佛祖誕辰 週日也提前在首爾潮西寺舉行慶祝演出 宛如大型演唱會 熱情的演出 連外國遊客都感到驚艷 日經大師 日經大師原本是南韓一名諧星 去年入司授見 被肆於法號日經 他也希望用創新的方式打破偏見 讓大眾更深入了解佛教 靠著融合佛心的電音歌曲打響知名度 不過日前前往馬來西亞演出時 卻引發爭議 馬來西亞佛教團體指責日經大師 在娛樂場所舉行佛教儀式 有損佛教莊嚴形象 甚至有國會議員呼籲要強制禁言 還要禁止日經大師入境馬來西亞 記得張燕中好報導 來自奧地利的義莊飛行員 從直升機跳下 飛過了泰晤士河之後 精準無誤地穿越了英國地標倫敦塔橋 這是全世界第一次熟度有人 以翼莊飛行穿越倫敦塔橋 在新聞的最後片尾 帶你一塊來收看 我是真一真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再會 JR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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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Rys